今天秋冬有没有什么就是颜色是自己可以想尝试以及挑战的 尝试以及挑战 那比较鲜艳的颜色 因为这个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一些就是 还是相对保守的颜色吧 就可能款式比较多样 但是我自己其实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比较经典的这种 就是暗色系啊黑色啊或者是白色 那其实如果挑战你新的色情应该就是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 比如一些什么橘黄色之类的 那来到米兰之后想吃什么 因为你工作也很紧张 我就是吃火锅就是 中餐味不放香菜 对不放香菜对 不爱吃香菜对吗 对对对不爱吃 这个应该改不了的一位才改不了 但是就来到国外都想吃中餐一直都这样 就是不知道为啥 尤其是下飞机的第一餐特别想吃 小肩晚上就也有可能从报告的地方到 下一个是什么时候会发起烦机大家都等 快了 我现在就在正在做 好 接下一个是包包罐表耳环相链这几类单种当中 你每天都在做什么 然后我接受工作所以应该是 就是耳钉它相链都是比较长袋的 然后包的话也看情况 你作为时尚达人 你平时自己在穿搭上面 特别是开始的选择 或者是穿衣上面打线技巧和经验可以分享 主要是看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吧 如果私下比较休闲的话 就是舒适的衣服 然后如果是比较正式的场合 像今天这种 这种时候可能就小的这种西装啊 小礼服这样 其实挺舒服就好了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